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课程是基于南区区域教学资源中心 计划组周五 重点工作推动计划 数位影音教材辅助计划 那我们这一次来谈的是第六课 试说心语选读数位第十二 由词汇医务管理专科学校陈正雄讲师 为各位做讲解 那我们先来看数位这两个字 数是早的意思 数叶匪蟹 早晚都不懈怠 那这边数慧是充慧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这一课篇里面所提到的 都是关于一些年纪轻轻的小朋友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智慧的部分 他们底下来开始看 然后记得在这一个国中的时候 就有提到过陈元芳达克问 那陈元芳在试说心语里面出现的篇章 从小朋友一直到老 不太是数篇之多 那这个还记不记得在陈元芳达克问里面的里面的内容 指的是他的这个也是陈元芳在家外面玩 结果呢他爸爸的朋友啊 啊来这边啊来找他爸爸 那为什么来找爸爸 因为呢这个他跟他爸爸约好啊要一起出发到某个地方 那但是呢这个朋友呢啊到他家的时候才赫然发现说原来他爸爸已经先走一步 那当然当下这个朋友啊非常的不高兴 认为说呢这个陈元芳的爸爸怎么没有等他呢 啊所以就不高兴的啊 这与人齐行啊啊 啊这个相伟而去啊 啊就是你跟人家约好了怎么可以把别人抛下自己走了呢 就不高兴的一个啊 抱怨的雨的地方啊 啊没想到在旁边啊 这个年纪小小的陈元芳啊 听到这个他的这样子讲他爸爸之后啊 啊就是回主就有点是回答他的说 居女家中啊 啊骑日中啊 就是你啊客人你啊跟我爸爸两个约好了 这个你们在中午的时候啊要一起去的 结果到了中午的时候啊 您竟然还没有出现 那当然呢 这个这个这个每个人都有爸爸有他爸爸行程啊 所以呢他没办法再等您啊 只好先走 对不对 所以事先是您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一起出现 才会导致他爸爸必须要先走一步 那你对着人家的儿子啊 当面骂他的爸爸 这个是啊 刚刚那个是没有信用 对不对 你跟他约好的没有信用 然后你当着人家的儿子啊 骂人家爸爸 这个是啊 没有礼貌的部分啊 那当然这些话讲起来 义正耻眼啊 这个陈元这个啊 陈元芳爸爸的朋友啊 也无法来反驳啊 于是呢想要逗他玩 那么我们这个陈元芳啊非常有个性啊 啊这个呢 完全不甩啊 就直接跑到房子里面去了 所以呢 你看到一个小朋友 我想这个 除了这个生教严教之外啊 这个家庭教育也是相当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所以呢不但能够啊 能够适切的反应呢 而且呢 反应的是有相当的一个内容 跟他的一个啊 这个言之有物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元芳 季芳吹饭这一句啊 那季芳啊 是他的一个弟弟的部分 那宾客呢 亦成泰秋秀啊 这个有呢 这个客人啊 这个客人呢留住在他们家啊 留在他们家的部分 然后呢 这个泰秋啊 使这个元芳啊 季芳吹啊 等于这个呢 啊 他的爸爸呢 请这两个小朋友啊 哎 煮饭啊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 为什么要叫这两个小朋友来煮饭的缘故啊 因为这些 当时的四门贵族啊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同仆的部分啊 好 然后呢 客与泰秋逸论呢 那这一个宾客呢 就跟他的爸爸 两个人啊 在讨论啊 在可能在针对一些讨论的部分呢 两人啊 敬火 聚伟而听之啊 啊 结果呢 两个人呢 在那边应该是要去煮饭的啊 去煮饭的一个部分啊 结果呢 这个 这个完全呢 完全忘记这一件事情了 啊 一起继续一起啊 尾这个这个呢 这个左写的地方呢 然后尾而窃听啊 啊 偷偷听大人在讲话 呃 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啊 我们都喜欢听大人在讲什么 其实大部分你听不懂 但是就觉得好像大人讲的啊 都非常的这个 这个条条有就条条有有道的样子 是非常的有道理的样子 好 所以呢 这个忘记啊 忘记呢 这个吹旺这个铸臂啊 啊 饭落斧中啊 这个他本来是在吹饭的 就是呢 有一个地方 一个塞子啊 啊一个一个一个塞 足塞的部分呢 把它放在上面 饭不会掉下去 就忘记放了 就没想到呢 这个饭啊 啊 这个饭呢 就落到这一个斧中啊 啊 啊这个斧呢是锅子的一样 我们要知道破斧成舟啊 啊破斧成舟 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是决心的 那斧是锅子的意思 请注意他的写法 啊这个斧啊 是锅子啊 饭落斧中这个 这米饭啊 因为没有那个塞子的缘故啊 所以他这个直接掉到 米饭里面去的啊 这个不然是做到锅子里面去的 然后太丘呢 就突然间想到说 哎 摧河不用 怎么没有蒸汽啊 这个溜了 这没有怎么蒸汽的部分呢 应该会有蒸汽跑出来 怎么会没有呢 啊 那圆方啊 这个跟季方啊 常跪约啊 糟糕 这个把它弄炸 搞炸的 应该这个 应该把他这个塞子放好 就竟然 都没做 听到忘神了 啊听到忘神的部分呢 就忘记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大人语客语啊 啊 乃聚窃听啊 你们两个在谈话 我们两个在偷偷听啊 这个呢 虽忘住必啊 饭今沉迷 结果呢 因为我们两个偷听的太路迷呢 你们讲的可能很生动啊 我们前所未闻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忘记塞子摆上去 那 那个饭啊 都掉到底下的锅子里面去 跟水啊混在 本来是要 应该是 底下烧水 有水蒸气 那水蒸气往上蒸 就是在蒸饭啊 一样啊 就 结果这一个已经都 饭了 都已经跟这个水啊 煮成粥了 那麦啊 这麦也不能就像粥了 麦啊 那太丘就曰 而婆有所是佛 啊 好 你们两个啊 刚刚听的那些东西啊 到底知不知道啊 啊 到底有没有了解 刚刚在谈的是什么东西啊 啊 那这个部分呢 对约啊 仿佛 济之啊 自知啊 这自是言部 再加上言部自知啊 啊 大概啊 能够啊 这个仿佛啊 要这个赤部部分啊 啊大概啊 仿佛啊 能够了解啊 大概这个比较客气 其实就是说济德的意思啊 济德的意思啊 好 然后因此呢 这个二子 据说啊 那两个呢 就把他们两个刚刚 这个爸爸跟客人啊 讨论的话 重新啊 再把他附送一遍 然后更相一度啊 那彼此呢 还互相的补充啊 啊 可能这边他有记到 比较所一个 比较没有记到 所以他讲一句 我讲一句 他讲一句 竟然啊 就把他们刚刚所说的话 啊 几乎啊 全部都啊 这个附送一遍 所以言无疑失 没有一句话 遗漏掉的部分啊 哇 那我想这个 要不但要有非常的观察力 专注力 还要有记忆力才可以啊 啊 所以他们都非常的不错 太丘曰 如此 但弥自可何必犯呀 啊 如果这样显然啊 你们真的是认真听的 啊 你们不是啊 这个找借口啊 又偷懒找借口 或是呢 这个在贪玩啊 找借口 你们是真的听的 那如果是既然如此的话 哎呀 那这个这个周啊 也就罢了 也不用一定是要吃饭的部分 这个是一种嘉许的啊 就是他两个儿子的嘉许的部分 说呢 两个儿子竟然啊 能够这样子啊 能够不但能够听啊 还能够记下来 啊 那当然这个陈泰秋 跟他的一个两个儿子的关系是紧密的 我们在前两篇也提到过 等到陈泰秋去世的时候啊 这个陈元芳啊 这个鼓励啊 啊这个这个 哀伤到啊 像骨头 像骨骼一样站立啊 就是受的不成人形那样子啊 可见他们的一个父子感情的深厚啊 父子感情的深厚 那可以从这个角度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啊 小朋友的一个聪慧的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则 何焰不忘本 何焰是谁呢 何焰呢 他是何晋的孙子 何晋本来是在这个东汉末年啊 何晋是一个外妻啊 啊外妻的部分 然后外妻的部分呢 当时候外妻啊 跟宦官斗得很凶 啊斗得很凶的部分 然后当时有何太后 何太后 这一个啊 撑腰的部分 那可是呢 因为这些宦官啊 跟这个何晋啊 长期间的一个不和啊 然后呢 这个宦官有一次啊 就是故意啊 利用这个消 这个何太后啊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当面啊 能够跟这个何晋啊 这一个解释说明的部分啊 那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当时候啊 当时候呢 已经是有 预谋要杀掉何晋了 那当时候的一个曹操啊 本来是劝他说啊 你这个太危险不要去 那何何晋呢 他可能也是自视自己的 的一个力量啊 这个宦官啊 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呢 这个曹操啊 他在后面呢 跟这个讲好说 如果呢你进去啊 啊有什么不测的话 我就会带兵啊 就杀到里面去 好 那因为呢 这一个何晋 等到何晋啊 这个到了 后宫之后啊 他只带着随从一两个人而已啊 没想到果然啊 这个宦官竟然还是痛下杀手 把这个何晋给杀掉 当把何晋杀掉之后呢 这个曹操等人啊 这个 带兵啊 你杀入这一个后宫里面呢 见人就杀 见到男子就杀 没有胡须的就杀 因为都认为是太监 啊 这样一路上啊 几乎把这个外妻啊 跟宦官啊 几乎是同归于尽 那这一次的一个何晋被杀的一个事件啊 也导致后来的董卓乱政的开始啊 董卓乱政的开始 那东汉呢 开始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 也进入了慢慢的步入了这一个三国时代的部分 那后来呢 这一个何晋呢 是何晋的孙子 那当然这个 这个原本啊 跟他爸爸啊 跟他的祖父啊 在同一个部署的这个曹操啊 哎他对这一个 对这个何晋啊 相当的喜欢啊 相当的一个喜欢的部分啊 那以上他晚辈 所以呢 在何晋七岁的时候啊 明慧若神啊 何晋在他年纪轻轻的七岁啊 但是呢 他的聪明啊 跟他的智慧啊 哇好像非常这个 这个这个非常像神一样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 占谬之词啊 那魏武其爱之啊 这个曹操一方面呢 是跟他祖父啊 这个的关系啊 一方面呢 这个何晋啊 真的表现也是相当好的部分 那因此呢 曹操啊 相当喜爱这个小孩子 好像是喜爱这个小孩子的部分 那后来呢 因晋在宫内啊 寓以为止啊 那因为呢 这个这个就把他 这个曹操啊 就把他当成是他的养子的部分 而且呢 寓以为止啊 把他当养子的一个部分 那晋呢 乃画地令方啊 至处其中 所以那没想到 这个何晋才七岁 他就自己画了一个方框啊 然后把自己呢 在里面啊 自己都待在那个地方啊 人问其故啊 人问其故呢 他说呢 那你在做什么啊 怎么画了一个方框 把自己放在这个 把自己关在小方框里面 怎么不出来呢 啊 那答曰 这是我们何家的房子啊 啊 也就是说他对于何家这个 这个意识啊 非常的强烈 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信和的 不可能呢 被收养 也不可能成为变性草的部分 为武之之啊 则即遣缓 那为武之道呢 这个小孩子啊 虽然年纪小 不过呢 他并没有啊 这个并没有 并没有想要让他收为义子 养子的一个 的一个想法 有他自己的主见 他认为他就是何家的人 所以即遣缓 虽然如此啊 但是呢 这个曹操啊 对何晋是相当爱护的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 何晋后来啊 这个他啊 在政治上啊 没有比较大的建树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在思想上啊 他跟王毕啊 就是属于这一个 贵吾派的部分 也就是整个魏晋玄学啊 就从他们呢 这个何晋跟王毕呢 开始去推展开来 老子 庄子 易经呢 称之为三玄 三玄的部分 就是他们以这一个啊 来作为清谈的一个主要谈论的对象 而何晋呢 是其中的领导者 因为他另外他一官也高 官纸也高的部分 能够讲义其他的部分 那但是呢 后来呢 这个曹家啊 跟司马家在斗争的时候啊 这个在尤其到了后来 这个曹爽执政的时候呢 那这个司马氏啊 利用这一刻机会呢 啊 不但把曹爽给杀了 连何晋也一同被杀 那当然呢 这个这有一些故事 民间故事里面呢 就会说了 其实啊 这个何晋啊 不一定要杀他呢 啊 何晋呢 这个他 当时候啊 司马昭啊 他们就请这个 他还故意请这一个 啊 何晋啊 去编写啊 到底哪些是 曹爽的党羽啊 那这样的一个 那那那那这一个 何晋呢 就以为自己啊 已经被饶恕了 那你叫我做这个事情 表示你应该不认为 我是他的党羽啊 那这个何晋就做做做做做做做 做完之后呢 把这个结果报告啊 呈上去给这个 司马昭看 司马昭说 欸不对哦 嗯 还少一个哦 还少一个哪一个 少你啊 那后来呢 果然王何晋也被杀 那这一段故事啊 是属于义士的部分了 啊 并没有是这样子 只是说后来呢 何晋也是因为这个 曹爽啊 的一个事件啊 而被司马氏诛杀 那当然呢 司马氏诛杀这些 曹氏的贵族啊 很重要原因 就是为了削弱 他们的势力 以方便他后来的 这一个夺位 后来果然没过多久啊 这个曹位就变成 司马家的这个 晋曹的部分 晋曹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长安啊 与日俗远 在静明帝 宿岁的时候啊 啊 当时已经是中渡的部分了 坐在这个原地西上 有人从长安来啊 就是这个小朋友 还蛮小的 所以他坐在这个 皇帝的原地的这个膝盖上 然后有人从长安来啊 原地问落下消息啊 那当然呢 这个当时候的故土啊 已经都被占领了 听到有人啊 从北方来啊 那当然这个原地就问他说 当时候啊 北方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是不是还完好啊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的部分啊 啊 那当然听了之后呢 感到相当的难过 因为呢 啊 这个已经是人事全非了 江山依旧在啊 但是 人事已经全非 因此呢 山然流涕 啊 山然流涕 敢想到这个 从前的过往 或是现在人事全非啊 不禁流下泪了 那明帝呢 问何以置气啊 明帝呢 这个小朋友啊 就问爸爸说 哎呀 为什么哭呢 那这一个原地啊 就告诉他啊 东渡义告知啊 啊 当时候呢 我们昌昌晃晃晃的啊 从这一个北方啊 被迫 被迫 被迫这个南下的部分啊 那我们在北方的时候 得也很多的 很多的来不及讨的啊 或是很多的状况啊 全部都啊 这个可能被敌人俘虏 甚至残杀 或者是说 原本的一个土地江河 全部被占走了 令人难过 那因此呢 因问明帝啊 那原地突然间啊 就问问这个明帝 这个小朋友啊 然后他说 如意味长安何如日远 你认为长安呢 跟太阳啊 就日啊 哪一个比较远 啊 所以这部分呢 那这样的一个回答 问他这个小问题啊 答约 那这个明帝就回答说 日远 太阳比较远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不闻人从日边来 居然可知啊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所以按 因此可得知啊 没有太阳比较远 好像有道理 对不对 我们这距离有远近 远的才 远的才这样子啊 才可以来 这太阳没有人从太阳来嘛 是不是 原地易知啊 原地呢 觉得这哇 这小朋友好聪明啊 回答的呢 不只是用猜的而已啊 他的确能够讲出个道理出来的部分啊 所以呢 明日集群臣宴会啊 啊 这个明天啊 趁着啊 这个当爸爸的啊 都是满自豪自己的 子女的表现的部分啊 看到自己的儿子啊 哎 表现得这么的聪明啊 聪慧啊 哎 不由得相当得意啊 所以隔天呢 在跟大臣们聚会的时候呢 就告诉大家 哎 这一个 这个我儿子啊 好聪明啊 昨天我问他 这个 长安跟太阳哪里远 哎 他不是用猜的 他告诉我 明确告诉我说 当然是太阳御员啊 因为没有人从太阳来 你看这个聪明啊 蛮自豪的一个 蛮自豪的一个爸爸 结果呢 还故意啊 还故意更重问之啊 还故意去问他一次啊 就是有点像是 哎 你再展示一下啊 你再讲 这有点也都是很多小朋友 哎 再才艺表演一下 哎 再表演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看看你的厉害啊 再表演一下 好像在展示他的才艺一样 那哪回答 结果没想到明地近呢 回答说 太阳比较近 原地失色 这个失色啊 是大惊失色 脸色啊 这个这个变改变了 为什么呢 不是 不是昨天讲的不一样 为什么今天变这样子 而何故意昨日之言也 你怎么会讲你啊 何故因为什么缘故 意昨日跟昨天所说的话 完全不一样呢 啊 他又回答 曲目见日不见长安啊 我看到这个用我们一般而言 我们的视觉是这样看 越近的东西越看的越大 越远的地方看得越不越看不到 对不对 哎 所以他说呢 曲目见日不见长安 我抬头都可以看到太阳 但是我看不到长安 好像也有道理啊 所以这小朋友呢 不但呢 这个非常的聪明呢 还非常的机敏呢 根据不同的情况呢 还有不同的回答 而且呢 都能够说出自己的观察的道理 那当然我们知道太阳一定是比长安还要来的远远远 非常远的地方 但是呢 就当下的一个观察 跟他的一个分析啊 我们不能够说啊 不能够不说啊 他这个小孩子啊 的确是相当的聪慧 好叫做 而且呢 他的一个所说的内容呢 都是有他的一个道理在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 近下午啊 年十二 近下午地啊 年纪十二的时候啊 十冬天啊 当时候呢 在冬天啊 那冬天呢 北方的冬天啊 是相当寒冷的 是季节是相当寒冷的一个的时候呢 晝日 这个晝呢 是白晝 就是白天啊 白天呢 这时候呢 他呢 不住这个负衣啊 他不穿这个负衣呢 就是穿这一个棉衣啊 不穿这个棉衣的部分啊 然后呢 但是他单住了这个单链衫 这个单链衫啊 就是这个捐衣 就是比较薄的衣服啊 单 这一个住单链衫啊 五六重啊 就是有啊 穿五六件的部分啊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啊 服装 那当然我们觉得其后 为什么不多穿一点呢 晚上穿的 这个反而穿的很少呢 但是晚上的时候呢 夜则累因入啊 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 就盖着很厚重的棉被啊 好 看一跟一般的感觉不太一一样啊 然后呢 这一个谢公建曰啊 啊 这个谢公是谢安建 那这个建呢 是我们对君主的一个劝建啊 我们对君主的劝建 陈子对君主的劝建 那当然 中国古代的陈子啊 很爱去劝建帝王啊 甚至于呢 这个牺牲生命啊 也无所谓啊 这个为了能够 让君王能够审视过来的部分啊 那当然呢 这个就是一种啊 君主制 君主专制制的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我们全部的希望啊 都细挖在这个皇帝身上 皇帝好 国家就大治 皇帝不好 这个国家就大乱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来维系住我们这一个系统的部分啊 这个政治的部分 好 那因此呢 这个谢安啊就建曰啊 身体 圣体啊 一令有常啊 我们的皇上啊 这个 这个 这个龙体啊 或者叫龙体 圣体啊 就是皇上您的 您的身体啊 应该啊 应该要有一定的规律 要符合一般的规律啊 什么规律呢 例如说他认为啊 西安认为说 陛下啊 这个奏过能啊 你白天的时候啊 穿的衣服啊 穿太少了啊 所以呢 衣服会不够啊 这会会很冷的部分啊 那这个夜过热 那晚上的时候呢 你又穿 盖太多棉被了 所以呢 又会显得太热部分 恐非设身 设养之处 就是你不是设身之道 你这个方法 这个我们都养生之道 设身之道 中国人呢 讲究养生啊 而且呢 有一个枝节啊 他们很像很多皇帝啊 像亲子王呢 他们就在期望能够怎么样 藏身不老 希望透过某一些的药 说某一些的方式 能够让自己呢 就能够从此啊 藏身不老 那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呢 他们却乐此不疲 甚至呢 这个派人去寻找 或者是呢 这个炼丹 或者是吃一些重金属的东西啊 反而找日假后回席的部分啊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呢 谢安就担心说啊 你的这个不按照季节 不按照时间穿衣服啊 恐怕会让你的身体受损的部分 结果皇帝呢 这个靖孝武帝啊 就回答说 皱洞夜静啊 啊 不是的啊 我是我的规则 因为啊 皱洞夜静 白天啊 你会活动筋骨啊 动来动去啊 所以就产生热量 所以衣服啊 不用穿太多太厚 第一来呢 不方便啊 行动 然后二来呢 二来呢 可能会 二来可能会让这个呢 这个反而 这个 不是很好的情形 那到了这个呢 晚上呢 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啊 不会动啊 我们身体比较不动 所以呢这个会变冷 那我们我们盖多一点啊 能够保暖啊 能够保暖 那因此呢 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见解 而且好像也言之成礼的样子 所以呢 这个谢公啊 这个谢安呢 初探曰啊 上礼不灭先帝 这个上啊 皇上呢 的一个说礼啊 论礼的一个能力啊 不输给先帝啊 不减先帝啊 没有再比先帝来的差 那这个先帝 当然我们之前说过 只要谈到这个先 可是这个皇帝已经怎么样 不在人世的部分 不在人世的部分 所以 常常我们可以看到 电视啊 上会有很多在讲养生的 你会发现 这种养生啊 是大家都所喜欢的 因为随着现代人的年龄啊 越来越年长的部分啊 不但要活得长啊 还要活得健康啊 平安 他的部分 所以呢 这种的一个养生之道啊 甚至于很多人 为了身体健康 会吃很多的 这个有生机的饮食啊 或者是什么 一个生机的药碗等等的部分啊 无非是当自己 但是呢 有一个基本的一点呢 依循自然的规律啊 身体自然容易达到健康 比较不会有奇奇怪怪的病 来这 来这个影响我们的身体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 环玄啊 痛哭啊 环玄武啊 轰啊 轰啊 来这个来看一下 这个轰呢 这个轰啊 这个轰啊 这个环玄武 当时候应该是 这个应该皇帝的金 应该是轰啊 三轰地裂 轰啊 然后这个轰啊 应该是贵族的 然后呢 这一个呢 世代富贵族啊 然后一般人这都死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死的这个用字啊 这个是传统的 这个中国啊 阶级社会里面啊 我们说 根本称作为封建制度里面的一个 经常有的一个情况 按照你的身份 按照你的一个地位职业 来区分人的部分啊 你的不同的人死掉 不同身份的人死掉之后 他所拥有的礼节 或者是上礼 或者是祭祀的过程 甚至是墓地呢 都有他的一个不一样 还有相当大的落差 依照身份 来差异性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呢 樊宣武空 那樊南郡呢 这一个年五岁啊 福始楚 这个福始楚的部分呢 这个是商福啊 我们之前说过啊 在儒家的一个思维里面啊 认为呢 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亲人来守上 尤其是父母之上啊 是三年之上 这个你要守上三年 那当然在古代的一个守上啊 是相当严谨的 甚至于这三年内啊 你必须先 辞掉你的官职啊 啊 来专心的来做 那 这个有点点的一个 吊诡情况之下 是说 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一个心血 在做这件事情 那其他事情怎么办 哎 不要说我们在这个两千多年前啊 载我这个已经问过孔子了 说呢 我们三年之上不可能做得到的啦 大家三年都不要做事算了 就每天在那边发呆啊 悲伤难过可能吗 啊 这个这个这个好吗 那孔子呢 其实并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做 他只是说 父母亲呢 不要我们长大不止三年了 你今天为了他们啊 这个来这个 来这个手上三年啊 那你就在那边计较 那你当时候父母也没有跟你计较 这些东西啊 好啦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心安理的啊 你就去做吧 孔子也没有一定非得这样啊 他只是把他的啊心得感想说出来 如果你今天一定要非得这样做 那你就做吧 那你就做吧 那你就做吧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这边啊 这个环雪呢 那个时候才五岁啊 这个桑辅啊 才刚去除叫桑辅啊 然后呢 环车季呢 这个环车季是环冲啊 这是他们这个环家继续掌权的部分 环车季呢 与宋 这个与宋 顾文武别啊 因子允这个南郡啊 此皆如家 顾立足啊 就是指的这些啊 这个官员 这个有时候 这个是他们自己啊 这个他们 势力很大 就是指的官员 这些人呢 都是你们的 爸爸的一个啊 旧部署的部分啊 啊 你要好好的对待他们了 结果呢 这个环旋啊 听到这一句话 可能又想到爸爸啊 这样的一种点点滴滴啊 硬生啊 痛哭啊啊 哭得非常的伤心啊 酸感旁人啊 这个哭的那个一个悲怆啊 难过的心 创了语调啊 声音啊 哎呀 甚至让人感到不舍啊 而且感动别人啊 对不对 让人为之心酸啊 然后因此车记啊 每字目己作曰 这个于是呢 这个环宗啊 就是自己就看着自己的位置啊 因为他现在是当车记将军啊 也是当这权 位高权重的部分啊 哎呀 领保成人啊 当以此作还之啊 说呢 这个环旋啊 啊真的这么重感情的人啊 也让他感动 不但感动的其他官员也感动了这一个啊 这个环宗啊 所以他就指着看着自己的位置说呢 等到他长大成人 他现在才几岁 5岁而已啊 但不能够当 也没有资格啊 当这个车记将军啊 所以呢 当他5岁的时候啊 这个我就会把这个位置还给他 把这权力再重新交给他 举爱过于所得 而且呢 腾爱这一个环旋啊 比腾爱自己的啊 这个儿子女啊 还要来的这个多的部分啊 那当然呢 这个一方面啊 这个我想这一则 其实跟数位没有很大相关的 除非你要说一个5岁小一只心机啊 就这么的重啊 就能够啊 故意利用哭啊 来感动别人 否则我想应该是不是 应该是他本身的情感就丰沛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 他也刚好呢大声的哭出来啊 大声的哭出来 感动了这么多人的部分 好 那以上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啊 解解说 谢谢各位